字尾下午茶 静静等候 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有限时光 欢迎回来字尾下午茶 我是丽雅做客 我们节目的是非职业的演员 她就是哈利 而且她自己介绍自己是一个很能作 然后呢 追求自己梦想 用于追求自己梦想的一个 又是制片 又是演员 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力量 对不对 没什么力量 我真的是在尝试 刚才已经秘密我进广告了 你说黑帮老大是吧 我就在演的那段时间有一点感觉 然后刚才你眼神是挺灵密的 真的啊 然后呢 其实你说的除了这个黑帮老大是你比较突破的一个角色以外 就是那你平常都演些什么样的角色 对 平时演的最多的就是父亲角色 就是演大概四五十岁 甚至我还演过六十几岁的 就是父亲的角色 因为好多导演的经历 就是跟爸爸父亲母亲的这种父辈的一些关系 这种故事 所以这种特别多 演了很多 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一些故事 有有有有有有 因为我也是个父亲嘛 所以 呃 戏里面有很多东西会 就是就就就讲家讲孩子啊 这些有蛮多感动的 特别是我大概一两个月前拍的一个Tribeka的一个短片 它是一个电影 电影节就是投资的 投资十万拍的这个短片 很不错的 然后而且它是一镜到底 嗯 那整个片呈现出来就是一镜到底 但是它年龄跨度是 大概是我是从三十多岁一直到六十 六十岁左右 六十几岁 嗯嗯 就是拍摄的话每一个都是 就是呃 通过剪辑啊 假的一个一镜到底 嗯 那我们在从三十几岁跟孩子才几岁这样开始 然后在就就在家里的一个整个过程 我女儿 嗯 然后从小呃 就是跟她的关系慢慢慢慢她长大了 然后跟你有疏远 然后有反叛 嗯 最后她长大了 然后她要去呃呃 纽约去工作 嗯 嗯 然后再加上妈妈跟她的关系 嗯 我这个片子在六月十五号在纽约要公映 嗯 所以我我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会特别感人 嗯 因为我我我我有几个孩子 一我最小的是两岁多 然后有个六岁多 还有一个十八岁 所以我同时进行着这个年龄段 嗯 嗯 嗯 就啊小的是一种感觉 大一点又是另外一种 然后十八岁的这个女儿她已经就是要独立了 嗯 嗯 就是 就是 蛮多感动的 拍摄的时候的话也直接就能感受到 嗯 最后一场戏就是 我我我我我我是我是这个家庭里面三口当中我我我我我我先去了 就那最后一场是呃她跟妈妈又一次吵架 嗯 然后她要离开 然后 我 我 其实我是呃 呃 祝愿她去找到她好的这个工作的 她去纽约工作嘛 然后 呃她要匆匆的从桌上就两个草丸就要走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恭喜她我知道你一定能拿到这个工作 嗯 然后说完女儿过来拥抱我 嗯 当时我还还没一下没意识到我这是最后一场戏 嗯 然后再接下来的戏就是我已经不在了 嗯 嗯 就是个感觉就是人嘛 嗯 一生这样 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跟 子女 这种 变化的关系 嗯 而且你自己有小孩对不对 对对对 特别是这样 嗯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 像这种一进到底好哪怕她是成果剪辑这样 对 对演员就是功力也是比较考考验的 是是是是是 是不是整个这个拍摄过程有像话剧一样就是你得有固定的走位的一点 对对对 然后台词你要不断对吧 它不像一般的那种拍摄是拍完了以后你可以先拍后面的再拍前面的就可以乱来 是的 是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考验就是 呃虽然是每个片段是呃不整个是有剪辑的但是你每一个呃场景 基本上是连贯的那很长所以的话他拍片拍这个片的跟原来不一样的话就是说你一一条可能会拍十多次 嗯嗯 那这样的话呃好的情况就是让我感觉非常欣慰的就是到最后基本上就是到了大概最后的三五条的话都都感觉到挺好的 因为你经历的前面经过将近十次的这种走走走走走很多时候就不是演表演的问题可能是有呃呃镜头啊或者穿帮啊之类的问题 那你通过这样你还不断的重复重复你因为一旦有错你就得再来再来你又多了一次跟演员相互那个磨合沟通的这个过程 嗯嗯对这样挺挺挺挺挺棒的 其实他对你来说挺免了对不对因为现场的还是因为好多就是像香港以前很多演员非常优秀的他们都没有经过科班对吧 但他们都是在片场就是通过不停不停的拍 是就是等于说只是就是说实战啊就是说你就通过呃呃演来学 嗯对就实践出真实 哈哈哈 对这样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哈那么你其实能够参与到里面是不是呃呃类的那种是觉得说我还愿意想参与到更好的戏里面是还是说你在现在拍学生片 嗯嗯嗯嗯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呃就是就是感恩啊或者说满足啊嗯 我觉得人都有贪心就是都挺贪心的就你肯定会往前走对 你像现在来说的话我很希望能去演一个长片就是一个完整的90分钟120分钟的这种都在院线放的片子 那至少就说一个 片长和你表现的空间来说 和最后的成就感都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在整个准备 这个一个长片的话 你会得到更多的 那种机会和训练 因为你是有个变化的 可能短片只是捕捉了 你一个故事的一个片段 一个瞬间 它不可能展开 那这个长片的话 会就很完整的展开来去拍摄 你希望就是 你的第一个长片以后 可以再回到节目线 一定 拍长片的就经历 那么就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拍学生短片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就是说是不是会辛苦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 因为它是一个学生的作业 它的作品 那么是不是有时候经费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 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一点 我觉得还好 因为在好莱坞这边 就是哪怕是学生片 那也是学习好莱坞的 这个操作的流程去做 那基本上的话 一个是工作时间 会有一定的保证 就是基本上 不会超过12个小时 这个如果超过的话 也是特别少 那之前你也会知道 那还有就是 你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基本上大家都很专业 就是都会对演员 对相互都比较尊重 给你时间也好 或者说大家都 气氛都还蛮好的 所以我不觉得累 那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我喜欢它 就还是喜欢 如果作为一个职业 我就是 好像是做一个 被动的工作的话 那可能你会有抱怨 但你喜欢的话 我觉得还好 至少我目前没有遇到 那种特别难 特别不好的做 我是发现 这个演员这个职业 只要去参与了的 都是特别喜欢的 就基本上没有 因为能去做和坚持的 你没有个热情 没有兴趣的话 基本上是 也就玩一次就好了 我有好多朋友 他说 那个能不能 让我去玩一下 去做做群演 我说 你得考虑 你可能一等一天 等十个小时 也就拍你两分钟 你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 可能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玩一玩 但我估计很多人玩了一次 也就不一定去第二次了 所以说的特别好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演员是光鲜的 对 像你想的 他们的辛苦的时候 没人连夜的熬夜 或者那种这样的时候 那就是你有说到 你希望自己以后 能够有更多的发展 去延长篇的吗 基本上你会做 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先进到广告里再跟我们聊好吗 好的